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白老师 本节课是被挡住的调皮兔 课程重点 一,了解艺术语言,遮挡关系 观察和寻找身边有遮挡关系的物体 二,掌握遮挡关系的绘画方法 小朋友,森林里小伙伴们相约去玩捉迷藏的游戏 谁找到的动物最多,谁就是捉迷藏大王 现在呀,轮到小老鼠找大家了 我们和小老鼠一起找吧 快看快看,那里有一双耳朵 被草丛给挡住了 他猜谁在那里呀 啊,原来是小兔子 看看看,小朋友 石头后面露出了一个长鼻子 是谁藏在那里呢 哇,原来是大象呀 在大树的后面露出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是松鼠藏在了这里吧 小朋友,你们都找到了吗 看来呀,大家都是捉迷藏大王呢 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也经常玩捉迷藏的游戏 但在画画中 它的名字叫遮挡关系 比如草丛挡住了兔子 石头挡住了大象 大树挡住了松鼠 被挡住的部分是我们看不到的 这就是遮挡关系 请小朋友们仔细观察这张兔子照片 在照片中 其实有两只兔子和一个胡萝卜 但我们看到的第二只兔子 只露出了一只眼睛 它的另外一只眼睛去哪里了呢 是的,被它前面的胡萝卜挡住了 你答对了吗 调皮兔觉得捉迷藏的游戏太好玩了 它决定和自己的兔子伙伴们再玩一次 它们呀,定在了家门口 我们用画笔记录一下这个好玩的时刻吧 用到的材料有 彩色卡纸,水粉颜料,勾线笔,纸胶带,小海绵,黏土或白纸 我们先拿出纸胶带 在彩色卡纸上给它分段 分段的目的是为了把纸分成小窗户 这样一会儿小兔子就有地方躲起来了 我们在贴纸胶带的时候 可以贴两条 让它变得很宽 也可以贴三条 这样它就会更宽 可以横着贴,竖着贴,斜着贴 这样我们就会分割出不同形状的窗户 好了,现在拿出水粉笔 给红色的部分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小白老师第一个用的是黄色 涂的时候要涂均匀一些 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白色的部分 小朋友也不用担心 因为一会儿纸胶带就会被接掉 我们常用的水粉笔刷是扁的 遇到边缘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笔刷侧着用 这样就可以刷到细小的部分 避免颜料刷到桌子上 小白老师除了用黄色 还用了蓝色 哦,还有,我还用了蓝色加白色 小朋友看,是不是变成了浅蓝色呢 在涂色的过程中 要注意涂均匀一些 尽量不要流出红色部分 现在要变小兔子啦 我的全部都是小白兔 用我们的海绵球 沾白色颜料压一下 看,兔子的头就出现啦 探印的时候 大家可以选择一半在有颜色的区域 另一半在白色的纸胶带上 除了大的兔子 还有小的兔子 压得不平整的地方 小朋友可以做调整 现在,画上小兔子的长耳朵 小兔子的小脑袋就完成啦 这也太简单了吧 小朋友,我相信你一定学会了 好了好了 我们给他加上眼睛吧 用黏土揉成圆球 贴到眼睛的部分就做完啦 小白老师用的红色和白色 再给他点上小眼珠子 他的眼睛就能看到咯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我们要小心翼翼地撕下 刚才贴的纸胶带 小朋友们快看 小兔子全部都跑到了窗户里边 窗户外边的红色区域 我们可以给他画上漂亮的线条 这样他就不会那么单调啦 嗯,画什么呢? 啊,我想到了 我就给他画上简单的形状和线条吧 红色和黑色搭配在一起 是非常漂亮的颜色哦 小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 画完了线条形状 我们还可以画上像老师这样的小虚线 蜗牛线 增加它的层次感 让它不会那么单调 当然,小朋友也可以自由地设计哦 要画和老师不一样的作品哦 好啦,作品完成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小朋友,我们现在再次找看到 形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